当然如果有人不满意这高铁便当的话 其实也有其他的选择啦 地点就在台北车站这边 花120元其实还是可以吃到不少的东西 打开60元的排骨便当 一大块排骨肉 卤蛋 青菜 看起来菜色丰富 120元你可以买两盒吃两餐 还有大碗的肉羹面 满满的肉羹配上酥酥脆脆的甜不萝 炸豆腐 一份主菜 两样配菜 也只要120元 120元你还能吃什么 120元吃个鱼排吧 吃个鱼排吃个 应该可以双煮菜吧 麦当劳 然后肯德鸡这些 就像日本料理 就像炸虾或是鰻鱼之类的 120元能吃好多二楼美食区 什么组合都有 像是一碗白饭 烫青菜 再喝上超补的麻油猪肝汤 要吃饱绝对没问题 如果嫌120元便当不够物美价廉 同样在台北的车站 一楼大厅有半手里可买 二楼的美食广场逛一圈 120元的美食 舒适中随便组合就能吃饱饱 差别只在你得多走几路